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几天我看到大学时候最好的朋友分享在朋友圈里的日常 他还像以前一样喜欢跟朋友们到处搜罗美食 一个小小的灌汤包都可以让他开心很久 只是照片里和他一起比剪刀手的那个人不是我了 我想366地评论一句你都快把我忘了 但后来只是默默地点了个赞 很多话不敢再跟那个人讲了 很多事说出来担心对方觉得是麻烦 甚至连评论一条朋友圈回复一句留言 你都要想想怎么说才看起来更亲密一点 其实不是那个人不重要了 当他有一天如果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还是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他身边 只是现在选择了不同道路的我们 没有办法再及时地感同身受 对方的喜怒哀乐了 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 变成了此时此刻赶着同一趟地铁的同事 你们午休的时候一起聊天 下班之后一起约饭吃火锅 你们聊着公司的八卦 也倾诉压力焦虑 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 变成了合租的室友 下班回家的晚上 他总会为你留盏灯 你们休息的时候会一起去超市采购 回家一起摸索着做饭 一起靠在沙发上 敷面膜 看综艺 然后也许直到有一天 你们也会变得 不再如现在这般的亲密 其实也没什么好遗憾的 人生就是这样 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上一段路 我们注定只能和一些人 在某一个阶段并肩前行 而那些曾经陪你走过某段路的人 不是不重要了 只是后来 被时间放在了心里 人这一生 迎来宋王室常态 没人会一直陪着你 但总有人 会陪着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